在Power BI中再入的资料表栏位 具有不同的资料形态 如文字、数字、日期、时间、布林纸等 您可以在栏位面板中查看每个栏位的资料形态和内容 若需检视资料内容 只需在栏位面板中单击栏位名称 即可显示栏位中的所有值 点选 这边有一个订单 好 这边只能看到 订单工作表里面的每一个栏位 那栏位 它是属于文字 它前面就没有任何的符号 如果被定义为数值 好 就变成是C个吗 如果被定义成日期 像订单日期 前面它就会放一个日历图示 所以在这边我们乍看之下 它知道说数值栏位跟那个文字栏位 来去做比较 我们这边通常看到的栏位大多都是文字 可是我们是要去做大数据分析 也就是我们其实可以运算的是那些数字 所以当我们在收集资料的时候 一定会有数字栏位 好了 那如果各位针对这个栏位 这边其实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 说这里面栏位的定义 它都有错误 因为系统自动判断 像行ID 它应该是文字 像学号 它虽然里面内容都是数字 可是事实上应该要把它定义为是文字 等一下我们再做数据清理 但是我现在想要继续回来看的是 栏位中只能看到工作表名称 栏位名称 你要看内容 如果想要看记录内容 点选资料 请点选最左边的资料 稍微等一下 这就是像Excel的资料表里面包含了什么 栏位名称以及记录内容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只是稍微先让你知道 我们有栏位里面呈现的特色 它只有工作表名称以及栏位名称 左边的资料模式 它可以看到栏位名称以及记录内容